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场关于最规纺织艺术品克斯的展览颜色当代克斯艺术展正在进行 细腻如水 华美如枝 展览的主打作品周春雅克斯桃花浅身处由上千种颜色构成 仅一个桃红色就有17个色阶 作品已背面示人 故意流出数以十万计的线头 远远望去颇有印象派画风 而它的正面 鲜艳的色彩喷勃而出 细看也兼具纺织品的激励质感 其实听到克斯这个词 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知道它是什么 克的意思为克 克斯就是像雕刻过的丝绸 那克斯跟刺绣有什么区别呢 刺绣是定合面分开的 图案绣错了可以修改或者叠加覆盖掉 而克斯是制造工艺 而且的合面一次支撑 不能修正 正因为如此 被誉为中国丝绸文人画 堪比宋元书画的克斯艺术远比文人画难度高 本次展览的学术故问 中国丝绸文人画从宋代到当代的克斯艺术 这本书的作者玲玲特别解释了克斯的工艺难度 你去观克斯其实还是要在书法角度去看的 这是一块布 而且是从底到外织出来的布 那这个布它知道什么程度呢 知道这个叶子有飘逸感 我说那个谢赫六法是中国古人对书画要求的最高境界 谢赫六法里面最重的一点叫气韵生动 就是你看一样东西 看这个中国的书法 绘画要气韵生动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怎么来看 你的气韵生动就是感觉到你站在这件作品面前有动视而不矮板 那么这个动视体现在这里面就是叶子在飘 花卉在张开 这个是很明显的 叶子很飘逸 那么我们别忘了 这个是织出来的 而且它只有一次成功的可能 我们如果是工笔绘画 可以三反九染 可以画三次 对吧 反复画 那么它能够模拟出动视是理解的 但是你作为一次一体织出来 能够织出这个动视了 它还是有相当的难度 也是对克制者要求挺高的美学基础和修养的 旧桌展厅里的其他展品 林林给我们讲述了克思的历史发展 中国的克思记忆在唐宋时期达到了巅峰 但是宋代因为是一个高峰嘛 那么这个高峰的话呢 是中国后世文人认为是文化艺术的高峰 他所以通过不断地仿 宋代的一些作品来致敬古人 这也是中国很有意思的一个特色 原代克思大量使用了金线银线 极尽奢华 这也是游牧民族的特征 把金银穿戴在身上 明清时期 克思工艺在中国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 皇室和贵族对克思的需求很高 因为他贵笔金玉 克思作品成为了贵族社会地位和身份象征的重要表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克思工艺在不同地区和国家逐渐发展出了 各自的特色和风格 克思被欧洲人称为贵族的艺术 15 16世纪的欧洲 克思属于银通货 可以被租赁和抵押 为什么欧洲的克思叫贵族艺术 就因为它用了真金 真银和羽毛线 用线材质的考究 所以这上面闪闪发光的都是真金线 真银和羽毛线 而且这个金呢 我们也分为九九金 然后八八金分了两种金 银呢 我们是硫磺熏过的 正因为克思工艺性上的难度和其贵重的原材料 至今为止留存下来的克思作品非常有限 多少藏家坑坑坑抱着东西请我看 是不是克思 我就问他 你是谁 你是谁 我说我见过盛宣怀家有克思 盛宣怀家 找过我的 后人 找过我的 前两天几个名文旺族找过我 有一个什么刺绣的寿杖也是清代的 我说你是谁家 你基本老祖宗没有什么地位的 你要家里藏克思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宫廷才五百五十件的 你有多少件 盛宣怀那家是慈禧太后赏给他们的 挂在流园里面 就是苏州流园里面的门厅 就是殷喜徒 是慈禧太后当年直接赏赐给他的 这个是有名有款有姓的 对吧 普通人家 所以大部分都是二三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做的至紧 而且装标也很差劲 我说 很遗憾的不是 很客气的说不是 因为你这个材料 对不对 这个真金的材料你就不大会有了 我们这些材料也是请了南京民警的一个老师傅 这个人已经将近八二岁了 我在三年前专门请他定制了一批 真金真银 价值不菲 专门 因为中国的真金真银线是很难做的 它是一根丝线 是一根金 然后呢 把那个金箔或银箔切成特别细的 跟头发是差不多的线 然后这个线就绕在丝线上 就是通过这个Around Z的形状绕上去的 绕得密密麻麻 看不到里面的心 那么这个是作为中国的金线的组成 所以中国金线的制作也是中国的废益 而且做的人就一个老先生 是全部手动做 成本很高的 一米线多少钱呢 而且关键现在是 也没人愿意做了呀